HELLO 大家好 今天4月19日 照舊星期四晚 跟大家做节目 昨天 之前有吹过风 在我来说不是什么意外 但是 相当气愤 有时证实了一件事 我之前 很久之前在某一个节目中也说过 法例 法例是没问题的 只是执行法例的人 法例是没问题的 昨天说 行管会 决定不追回DQ的四位议员 那1200万的新津 决定不追回 羅冠聪 姚重严 劉小丽 梁国雄 因为DQ了 他们 之前 预知了一些出粮 津贴 助理 那1200万 1200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在香港社会 最重要的是 1200万 背后有些意义 这1200万 除了他们是公帑 当然120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 在香港社会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代表了 当你 在宣誓条例里 是乱禁宣誓 或者 有意地破坏宣誓条例的话 你是要跟随法例付出代价 为什么要追回他们的新津呢 就是告诉他们 不是过了数字 政府就追不到 还有 一样东西 法例是要追回 那现在行管会 这个决定呢 我相信 令香港大部分的人都很失望 还有他所说的答案 其实是完全 以此时而非的 看到这个 星岛的recap 立法会行管会成员 郭榮鏗就说 行政管理会议 会议成员 在问了法律意见之后 决定不追讨 那 只是要求 他们归还预支 用来购买器材的费用 尾数 他意料行管会最终要求 每人归还 是不多于十万 有一件事 相信大家都很奇怪 那 为什么 那么大的数字 你不追讨 要追讨 预支用来购买器材 的费用的尾数呢 完全不合 完全不合 邏輯完全不合道理 另一个新闻 就是说 不如我做一个 summary 就是说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追回他们的新军 以及他们的议员 助理开支 以及接近电脑 相机行管会 就会有所交涉 要求归还 他说 每人需要 他们觉得 如果我去入品 追到他 而他又找律师跟你打 那这里涉及的钱 可能动用过千万 做法 极为不致 浪费公帑 至于政府 决定是否伸出橄榄枝 他就认为 政府着情处理的做法 符合社会期望 另外 DQ议员之一的 劉小丽 向行管发出律师信 要求追回半个月的人工 首先 我们觉得 司法覆核 是由CY而起的 当时 CY大部份的事情 都听命于西环 所以才会司法覆核 由慧晶 在释法之后 DQ这四位议员 接着林郑娥想 就没有了 根据宣誓条例 好 问题在这里 他相信会用的借口 既然 你和梁仲恒、游慧晶 对博 花了这么多钱 而这两个人 是窮鬼 他最后就是破产 政府要用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再用同一个钱 去对付这四个议员 就是我打过千万 拿回一千万 甚至拿不回一千万 就双重损失了 事情 是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分开两边去看 但我们再看多一个 这是我认为 这是我认为 继续 曾和成之后 做得最差的就是梁君彥 为什么呢 这件事 完全不需要发生 只需要梁君彥 在他们宣誓的时候 直接DQ他 因为他是大主席 那便什么事都没有 既然 大众都认为 在审判里面 不需要释法 法庭都会判他们 是无效的话 那为什么梁君彥 不判他们 当场就是抗拒宣誓 而取消他们的资格 不让他就任呢 但我告诉你 我听过一个访问曾玉成 曾玉成说 如果当时梁重行由韦晶宣誓的话 他会判他们 无效宣誓 让他们再宣誓 而梁君彥也是一样 所以第一关把得不好的话 就是立法会 立法局里面的大主席 他是第一班 第一关把得不好 在宣誓声明里面 那么清楚 为什么你会判他无效宣誓呢 而要人大释法呢 这是第一关 我们说回当时 为什么 程李兼备 要他们 退还新军呢 你在视频上看到的是 2016年11月 不是现在的 高等法院 金五宣 判政府胜数 取消梁游的议员资格 两个议席 以席元空 李维琴认为法庭裁决显公义 要求立法会秘书处追讨两人新军 及津贴开支 李维琴指梁游在10月12日的宣誓 完全违反规定 激起港人强烈的憤慨 认为高等法院的裁决显公正公义 希望可以平息近日有关宣誓风波的争议 令议会和社会重回正轨 李维琴根据裁决 两人的议员资格 在他宣誓的时候已经被取消 所以不能享受议员待遇和权利 要求秘书处追回两人的新军 及津贴开支 这个在李菲的释法里说了 所以他们正常应该秘书处要追回他的新军 这个是根据释法说的 释法并没有说你可以着情追 如不追 现在来到执行的人了 执行的人就觉得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么大官司 所以索性我就追都不追 有几点呢? 第一,行管会不应该自行决定 他应该要问律政司的意见 行政会议是直接受命于行政长官 第一,行管会应该要问律政司的意见 不是他自己决定 因为基本法的憲制上写了 你一定要追 应该要问律政司的意见 第二,最多你由律政司起诉他 你可以撤销起诉 你现在连起诉都不起诉自行决定 这是行政长官的决定 不是行管会,而是行政长官的决定 就剪了他就算了 那为什么要追回那些器材十多万呢? 做个样子 我有追的啊 第三,这件事的意义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令任何人以后都不敢去挑战宣誓声明的法例 以及告诉他们是有效果的 如果你不用他退回的话 你只是告诉别人 他可以出粮 但是别人的释法写明是不可以出粮 他是没有任何议员新军的 他是在抗拒宣誓那一刻 已经取消议员资格了 第四,这些是公帕来的 行政会议成员是没有权代社会说话 因为这些是公帕 这些是公帕 那这个正常来说 就是不是行政管会议的 正常这个本来说是行政长官 就是林郑的决定 那为什么林郑会这样决定呢? 为什么当时 第一,产生了造金 我觉得 先问律政司 律政司应该不用钱 律政司告是政府的有良出 第二,如果他這個理論是合理的話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如果你告一個殺人犯,這個殺人犯很有錢 他一定會抗辯 以後就不用打官司 曾蔭權那單,一樣道理 曾蔭權那單,一樣用了千多萬 曾蔭權有錢給嗎? 很多例子他們是沒有錢給的 曾蔭權那單埋單 曾蔭權我當你有錢給,許氏人沒有了吧 許氏人破產的 為什麼你花這麼多錢去告許氏人呢? 之前已經有很多例子 為什麼現在來到DQ這四位議員才用呢? 如果說得差點說,一個富豪的兒子殺了人 那不用告他了 因為他的命不值錢 這個完全是不可接受的理由 在我來想第一件事 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行政長官 叫他不要告 你現在很清楚的 你現在看到,全部和以前CY的路線完全不同了 可以估計得出一件事就是 西環 對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的影響力 比以前大不如前 你看看 黃志民 之前的中聯辦頭是張曉明 張曉明 我叫他張曉明 現在是黃志民 黃志民在這個《國家安全教》 《香港研討會》中 講得很清楚 要答23條 有人去台灣搞港獨 有人去台灣搞港獨 正常應該要搞 要答23條 但林鄭居然說 現在還不是時候 要等香港營造了這個氣氛環境才去想 即是公然刮黃志民一巴巴 但黃志民是西環的頭 即是代表中聯辦的勢力和CY的時候大不如前 張曉明明星暗降調回北京 under習大大 被習大大盯著 那是否習大大下這個命令呢? 習大大也不會下這個命令 應該是說 另外我們上次講過一班勢力的人 他就大了 你不用怕西環 如果習大大一句就到尾 習大大講一句 今晚飯都不吃就要搞23條 但是習大大沒有說搞 也沒有說不急著搞 他唯有聽這一邊的人說 這一邊的人很明顯的勢力現在是蓋過西環 就是這麼簡單 林鄭月娥清23條立法時間 沒有時間表 也沒有出現有利條件 這句全部廢話大家可以不用聽 為什麼呢? 很簡單 是憲政站 有利條件才能立法嗎? 這就很嚴重 佔中也出現了 還沒有利 還沒有有利條件嗎? 林鄭女士 王國魚蛋革命 梁天琦現在在判 還沒有有利條件嗎? 喂 戴耀廷 在台灣說明了 還沒有有利條件嗎? 你們是騙人的 簡單說就是 林鄭一定不用搞 一定不想搞 為什麼? 燙手護 但是憲政真的要搞 因為現在不急 他後面那個頭 硬正過 他後面那個人硬正過西環 他就說句話敷衍了你 其實王志民 很沒人的 王志民搞這麼多事幹什麼? 立23條去領工 另外一方面 你問我 香港應不應該立23條呢? 我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 先看下條文 23條的內容全文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暴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和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建立聯繫 如果立這條 23條的話 大部分可以說 你犯法我抓你 但犯法我抓你 但犯什麼法 沒有說什麼 如果要立法 立法 23條必定要跟中央 談清楚 每一節裏面 什麼行為代表什麼 什麼行為代表什麼 那我覺得就應該立23條 這個23條 可以無限伸延任理判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23條 因為牽涉到國防 所以 不是在香港判 地方法院是無權判的 這更大問題 因為兩個國家 我在香港犯法 但是在國內審 不是不用立23條 要 但是一件事 一定要搞清楚裡面的細節 還有香港 如果在國內審 香港的人犯法 應該要公審 即是被傳媒去採訪 整個過程要透明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就這樣立這條的話 我就覺得不OK 我相信全香港市民都不OK 即使你過到這個立法會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還有一件事 這個就是我最生氣的 鄭若驊就說 23條立法 特首決定 大家記不記得 特首很多時候都說一件事 律政司自行決定 什麼這麼大件事 不是律政司決定的嗎 23條立法 不是當時保安司決定 原來是特首決定的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就是告訴你 很多事情是林鄭決定的 只不過林鄭 射進去給自己的馬 剛才我們說 不追討的行管會的決定 都是林鄭決定的 這樣就說完了 還有今天 我看到一條新聞就很生氣 就是 如果據陳凡所說 陸自居 會代替了某部分數目的公屋 即是說 簡單說一句 公屋的數量 和沒有多度 他只是把某些數字 調去陸自居 即是說一件事 鼓勵市民置業 不過最新那期的陸自居 想著在深水埗的東京街 但是 那個尺價 如果市價的尺價 六折的話 我相信是九千多元一尺 這個陸自居的市民怎麼買呢 還有還有一件事 如果這樣的話 公屋的數量 是會越來越少的 令到那些市民 因為富戶政策 趕了出去買樓 買陸自居 即是為市價定價 因為他說明是市價的六折 政府對於 某部分人的意見 將陸自居 或者居屋 的價錢和市價脫勾 沒有人回應 所以我們說過 不要看輕林鄭 林鄭有些事 很陰濕的 現在她在偷換你的概念 她推出了陸自居 但是減少了公屋 因為她把陸自居當作公屋 還有我們看到原來 阿四叔那個組屋 組合屋 不是新加坡那些組屋 為期兩年 糟了 那幾百個貨櫃有 那千多個貨櫃有用 為期兩年 那個我們會講 簡單講句就是 如果現在這個林鄭政府 政治的事 你搞不定 民生的事你又搞不定 那怎麼搞呢 有些人說 CY衰 我不喜歡CY 無論CY背後的目的是什麼都好 她有搞樓宇政策 她有再定過將來的長遠房屋政策 她是想領工 我知道 但一件事她有做 現在很明顯 林鄭的房屋政策已經改了 那個長遠房屋政策是沒有了 但是 大家有沒有想到 如果這樣的話很嚴重 就是說公屋的數目是越來越少 你一直去買陸自居 那樓價不是一直升 息又不加 這個我們會再開頭題講 現在陸自居 偷換概念 變成公屋這個問題 我們要開頭題講 但是 我這個節目想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香港 很多重要的政策 都是林鄭決定的 不是律政司 不是陳凡 不是什麼發展局 不是什麼陳茂波 很多事情都是行政長官決定的 不過她沒有告訴你 我就不相信 波波那個是自己扔出去 你自己扔出去 然後各個部門都有問題 然後你自己再搞 不就是林鄭決定 但是問題 一個這樣質素的行政長官 大家收不收貨呢 我可以告訴你 她做得比CY更差 因為CY最少房屋政策 她裡面有搞 見逢插針 現在見逢插針都沒有 現在做的不是現在她搞的 是之前她搞的 是之前CY搞的 是之前CY搞的 不公義的事情 好像這四個議員 或者梁柔 梁振英 即使她是聽西環 她都有做 現在她做都不做 為什麼 第一 後面那個人 沒有叫她做 她不用做 第二 買個關係 也是 等於去民主黨捐三萬元一樣 買個關係 讓自己好做一點 那三萬元都不是她的 政府出錢 現在那些千二萬是誰的 都不是她的 政府出錢 市民找數 那些公帑 撥多些 把追溯期 十年不夠 加到十二年 十二年不夠 加到十三年 加到十五年 公帑 來 那些公帑 把圖轉了去 賣樓 減少公屋 有利發展商 不加息 我告訴你 在林鄭未上之前 我已經說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那些 video 我們傳媒一定要 很多新聞 我都在香港01看的 大家也可以看香港01 我不是跟她賣告白 我跟她沒關係 但是 這些這樣的行為 這些人 根本是不能夠做香港的行戰長官的 大家一定要譴責 一定要發聲 好嗎 那今天這個節目就到這裡 那關於那個六字居 我會開多一個program 開多一個video 再跟大家說 好嗎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 注意身體健康 好嗎 保險不夠的 希望大家買足 那下一條片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 好 謝謝